来 琪琪 完了完了 我调料忘带了 妈妈说 没带调料 那我们在这儿烤饭店吃什么呀 你说什么呢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组准备的 你们不在这儿帮忙 还在这儿挑番减四是吗 行了行了 别吵了 我去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商店 我去吧 这里我熟 星辰 你跟我一起去打水吧 那你先忙 琪琪 走啊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还为你不来了呢 怪我 我应该提前通知你们一声的 琪琪她还说不等你了 你要是不来 我也不想来了 那不行 我不来没关系 你不来可不行 是啊 想要去其他人就这样 下次再有事 你跟我说 梁语言 我先走了 星辰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星辰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这什么事啊 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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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带来的蛋糕 是我 刚才星辰是不是吃了几块蛋糕 星辰吃了 他吃完就不对了 刚刚我们大家都吃了呀 你蛋糕里面是不是放了花生之类的东西 没有啊 我 我就放了水果和奶油 李扭夫人星辰他不会这样 琪琪 他都说他没放了 你干吗呀 你闭嘴 阿兵把车开过来送他去医院 好 快去啊 阿兵 快 快点 病人家属 医生 他怎么样了 病人已经没什么待爱了 腫瘤变态反应 确实是花生过敏引起的 一点点剂量呢 都能导致您爱人有生命危险 幸亏你送来得及时 谢谢医生 你花生过敏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知道 他们说里面没有花生 那你也不能随便乱吃东西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一点点花生剂量 都能让你很危险 你这样让 我们在场所有人 怎么承担这个后果 你怎么知道我花生过敏的事 我看过你们的入职体检报告 和各项资料 作为组长 我要为你们每个组员负责 不对啊 我记得入职报告上面确实 没有填过过敏员的事 我说你填过就是填过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琪琪 谢谢 装什么装 怎么才来 我的顾大少爷 你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连个陪你的人都没有 还要我半夜爬起来看你 我女朋友还在家等着我呢 我抛下他来看你 你说你幸不幸福 你不是刚分手吗 什么时候有的女朋友 那分手了就不能找新的吗 别说我了 你没事了吧 没事了 一晚上我观察一晚上再走 观察啥 死手走 带你玩去 不去 各的命囊都是你害的 你又不是第一次化身过敏 坚决不去 你那新公司里面呆得怎么样 都见不到你的人了 还行吧 就是我组长 最近他不太想搭理我了 咋了 怕傻 反正你爸身在新公司里面的 那批股东 别提我爸行吗 哥日凭本事进去 跟你说件奇怪的事 你说 就是我组长啊 他怎么知道我化身过敏的事 这事我就跟你 我妈还有几个发小说过 你说他怎么会知道 那就是 猜的 谁会猜得那么准啊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他呀有点奇怪 我看过你们的入职体检报告 和各项资料 作为组长 我要对你们每个组员负责 不对啊 我入职的时候 没有填过过敏玥 我说你填过就是填过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别想了 他喜欢你 你别扯了 他会喜欢我 人家不喜欢你 怎么这么了解你 这么担心你呢 而且他肯定偷偷在 你不知道的地方 对你做了很多功课 很多女生啊都这样 我经历多了 不一样不一样 我跟你说啊 他巴不得我马上走人呢 一上来就过安排 最复杂的工作 想让我直男而退 团建又为我爱去不去 搞得跟我不是他 组员一样 对其他同事 永远如沐春风 对我冤冷这个脸 像我上辈子欠他似的 你说他要真喜欢我 怎么不陪我说完夜再走 干什么 你不对劲 我怎么不对劲 你看看你这一通牢骚发的 跟小姑娘似的 你族长喜不喜欢你 我不知道 但是你肯定喜欢人家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你就是喜欢人家 快跟我说 好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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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咬了 再咬我跟你没完 我就是看你不爽 请你赶紧立马走人 你知不知道我们给你打了 多少个电话 在公司楼下等了你多久 这谁带来蛋糕 快去啊阿兵 快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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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填过就是填过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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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齐 这到底是个怎样的神 秀晨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好多了 谢谢凌宇 那就好 中午一起吃饭 我是想说 北澜中心这个项目 我们跟了那么久 你一来就拿下了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行 那中午先 快会 组长 我 最近 有一家主打棉柔类产品的 老字号国后公司 找到我们 想把他们的产品 更加年轻化 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两组有什么想法 棉柔类产品 这个女性更有发言权哪 老大 我有个想法 说 我们现在是流量经纪 其实想要扩大销售份额 很简单 像我们这款棉柔产品 其实现在主打的都是 婴幼儿和年轻的女性 很多年轻女性都是追星族 未来也会成为年轻的妈妈 所以我觉得 请当红流量小鲜肉来代言 是最好的选择 我不认同 请当红流量代言 是非常走捷径的方式 而且有损品牌文化 这也不符合我们公司的 服务宗旨 我不觉得这是走捷径 就算是当红流量小鲜肉 也可以用非常正能量的方式 来展现 一样可以赋予品牌生命 同时还能兼具销售份额 首先 作为一个主打受众为 婴幼儿和年轻女性的品牌 为什么要选择男性来代言呢 其次 当红艺人频繁出世 在选择代言人上 一定要慎重 未来是品牌的时代 我们绝不能图一时之力 而不顾该品牌的文化 江七七 我实在不知道你说这么多 到底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讨论的是 如何扩大销售份额 对 你说的什么品牌文化 我是不懂 但是金主爸爸怎么说 我们就要怎么做 不是吗 如果弄丢了这个项目 你负担得起吗 我想 从品牌方做事的初衷而言 扩大销售份额的出发点 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有美好舒适的体验 所以 如果改变普通人的消费习惯 让他们认识到 每天使用棉柔筋并不昂贵 只需要花几分钱 但生活质量却能够提高一个档次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着重宣传的 林语 我问你 请顶级流量来代言这么简单的事 难道品牌方自己会想不到吗 他们找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想过吗 你说的是营销草莓 我说的是执行草莓 我们根本说的是不一样的 你凭什么这么说 请当工流量小钱让我代言 这是最好的选择 不对吧 你说的这种有个方式 确定是一个方式 你根本不让我说的意思 你现在让我出去 肯定会随着时间的 你说的东西根本提高不了 我们的消费符合代言 所以 好了 好了 安静 坐 坐坐坐 坐坐 小小姐 小姐 老大 我可以请您把这个项目 交给我来做 将其其他身上 已有北澜中心的项目 我相信他也忙不过来 您交给我 我一定给您一副满意的大权 凌宇 你既然知道 北澜中心的项目 是我在负责 那么当你有更好的想法的时候 请你直接跟我沟通 组长我 都少说两句 都说哪儿去了都 我知道 你们两组 都是为了这个项目好 为了公司好 我回去深思熟理一下啊 小宇啊 那这个项目呢 现在八字还没一瓶呢 等项目拿下来啊 我一定认真考虑 好吧 今天就开到这儿吧 散会